來到沖繩,大家是否在猶豫,該住哪裡好呢? 那千萬別錯過,看我一起開箱這家CP值超高的沖繩飯店吧! 這次選擇入住的Hotel Serra,也是在2020年的時候才開入的喔! 看片位於美容橋站,出站的方向是往南口 這邊直接載有電梯,所以如果有大件行李,就是不用太擔心 Hotel Serra這個字呢,在英文裡面也有地底,地層的意思 所以其實飯店啊,他的主旨是希望呢,能夠結合這個沖繩的琉球文化 然後呢,帶出自己飯店不一樣的風格感 你就會看到啊,他用了大量的食材呢,還有綠色的植栽 然後一入內啊,就有很香的精油味 非常的放鬆,非常有沖繩度假的感覺 大廳也有提供兩台的自助checking機 這樣可以分散一些人流 如果有輸入手機充電的朋友啊,這裡也有提供 戶外也有些露天的座位 大廳這裡啊,也販賣了很多沖繩一些特有的紀念品店 那像這個呢,這個是手禮汁 這個是琉球王國現在流傳下來啊,特有的文創手工藝 我們在客房裡的抱枕套,抱枕套也是用這個喔 還有一些很漂亮的耳環 這個我自己有買一部,我覺得非常的好戴 在辦理checking的時候啊,他的備品都會是在一樓的大廳座拿去喔 那我覺得他備品的話是比較簡單一點 有牙刷、梳子、刮鬍刀跟茶包 然後他進出的話,都是需要用房卡去感應電機的 來開箱這次入住的房間給大家參考 然後我這次被安排的是在六樓 我這次入住選的房間是單人的房間 洗手坦是設立在衛浴的外面,獨立揮開 這裡的吹風機是屬於大公廟的一個簡單的全身鏡 房間裡有配的一個膠囊的咖啡機 然後這個膠囊的咖啡機是雀草的 這個膠囊就放在這個抽屜裡面 這裡,而且他提供的是兩個不同口味的咖啡膠囊 蠻喜歡他的設計是 他在這裡用的這個櫃子 冰箱,然後茶具組 以及保險箱 其實他是都收納在這個櫃子裡面 的話就會是整體看起來非常的乾淨 單的一個單人床呢 旁邊還有配置了一個小桌子 跟一個單人的沙發 房間裡的設計呢 也大量應用了沖繩特有的一些文化 像這個燈罩,這是琉璃燈罩 他的沙發整套呢 則是運用那個整套是屬於手裡之 那最外面的部分呢 還有一個穿鞋椅 這裡還有一個行李架 那個行李架設計的還不錯 蠻有設計感的 床的兩側也都有插座 然後還有USB 那窗戶望過去呢 是我們剛剛看到的免橋站 但是我覺得隔音的部分還不錯 但其實我覺得沒有聽到太多 就是交通上的聲音 冷氣是屬於獨立式的 你都可以自己做操作跟調整 我們來看一下他衛浴的部分 那他是屬於乾濕分離的喔 這裡的話是一個偷偷的免治馬桶 然後這邊另外是淋浴間 然後淋浴間的話 他是用了一個比較像是水梨灰 裡面的墨密被比用的是這個環保的 美國的牌子的 這邊的話是有提供房間整理的服務 如果需要的話呢 門的後面有這個磁鐵 就是把它拿出來 然後黏在門上面就可以了 開箱之外啊 我還會帶大家來參觀他的大廳的整個空間 因為他大廳呢 是有另外提供早餐 還有咖啡的地方 住下來的感覺是怎麼樣 會再另外分享給大家 然後這是他早餐的餐點 這邊的話是屬於套餐設計的喔 一開始定是沒有含早餐的話 一個人的話是會再多收這個 2200的日幣 那他這邊用整餐的話 他是屬於半自助式的 就是你可以在上面選一樣 你需要的主餐 那今天的話呢 這是他今天的主餐 是蠻用心的 因為他還有這種像沖繩特有的 有苦瓜啊 然後還有他的那個飯 然後上面還有一個蛋 另外也有西式的選擇 那也有咖哩的部分 那如果說比較特別的話 還有這個 這個是直屬麵包 我覺得也是蠻少見的 然後這邊用餐的空間 我覺得很放鬆 因為我坐的地方是沙發區 所以他沙發區的部分呢 是可以直接看外面的景色 來帶大家看一下 製作室的餐點 有什麼可以取用吧 新鮮現打的蔬果汁 很懂的沖繩小點心 好特別啊 自己現沖的烏龍麵 然後沖繩的粥 加上各式的醬菜跟配料 新鮮的沙拉區 新鮮的水果配上優格 新鮮的水果配上優格 我剛剛吃的那個豬肉片 非常好吃 它是有帶一點油花的 可是它不會有那個豬的味道 然後很軟嫩 然後配上那個飯熟飯 我覺得大家如果有來啊 裡面像有這道的話 大家可以看好看看 真的很好吃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覺得它這邊的優格啊 它的配料有超多種可以加的 而且它都是新鮮的水果 然後水果的旁邊 它就有一些小配料可以加 像是乾芒果或者是草莓醬 然後呢還有黑糖 而且它也有黑糖粉 然後還有這種像黑糖的果醬 這邊很特別 它早上還有提供這個 沖繩特有的點心 這個叫做沙烏 然後有點像是油炸過 然後這樣脆脆的餅乾 外面呢有一個小的泳池 那開放最早的時間是早上的八點 再往後走呢它還有另外一個提供餐點的餐廳 那來參觀一下公共設施吧 健身房是24小時 另外二樓這邊呢還有就是洗衣房 我們進來看一下 這裡就不用感應了 這裡可以直接進來 然後這邊有一個微波爐 它還有獨立一台都是賣酒類 然後又有那個沖繩特有的酒 還不錯 哇這邊也是有冰塊可以直接做取用 洗衣機洗一次的話是300日幣 那烘乾的話30分鐘的話是100日幣 我覺得有洗衣機跟烘乾機的設備的話 真的還蠻方便的 然後如果要燙衣服的話這裡也可以做使用 飯店的15樓還有一個空中酒吧 那它的營業時間是週四、週五跟週六 這次剛好遇到下雨天 就我們兩個特別上樓了 提供的照片給大家做參考 來分享一下這次入住好菜斯達拉 三天兩夜的感覺 我這次住下來我自己非常的喜歡 第一個是它的地點實在是太方便了 不像捷運站走出來就是 所以啊如果你今天是拎著大包小包回來啊 也是真的非常的方便 那再來第二個呢 我覺得價錢的部位 我覺得它的CP值非常高 因為它的房間呢 我覺得一個人住起來是非常的舒適的 然後淋浴間的水壓也很穩定 那隔夜的部分我覺得也還不錯 基本上我都睡的蠻好的 那再來啊這家飯店它也有另外設有停車場 因為應該蠻多人到沖繩的話 是會選擇指甲 那它是有另外收費喔 是1500的日幣 那如果說小缺點的話呢 我覺得就是Wi-Fi 對Wi-Fi的話它的速度我真的覺得是天滿的 那這次的日幣心得就分享給大家啦 下次如果來沖繩旅遊的話 不妨可以參考看看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